哈喽小伙伴们,又到了港剧时间 今天我们继续要是90年代出品的奇幻灵异单元剧《夜流离》系列 本期依然带来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一咬定情 这个穿着红色花衬衫,一脸刷牙的男人叫Bobby 因为一次失误,他害公司没了一大笔订单 老板一气之下,当场炒他鱿鱼 或不担心,就在同一天,漂亮女友小安也向他提出了分手 Bobby不想做双世青年,苦苦挽留 小安说,分手不是因为第三者 只是他觉得两人之间越来越不合,才做了这个决定 说完,他就挽着一个帅哥离开了 Bobby失恋又失业,心酸地买了一堆啤酒,准备把自己灌醉 随着人倒霉,竟连啤酒罐也和他过不去 普通 Punji 我生得这么早瘾,你叫啤酒壞簧,你别作强了 你,你,你又对谁啊 我对你,你又对谁啊 我这个侯令人的神姿,我叫做啤酒师 啤,啤啤酒师,你到底要出来做什么? 我有点一种饭哘缩,所以不会帮你 帮你啊? 亲眼看着啤酒仙消失 Bobby惊呆了 他开始怀疑自己有了幻觉 可想到啤酒仙说的那些话 他又觉得很心动 如果是真的 那他只要找个帅哥咬自己一口 不就可以变成帅哥了吗 就算是假的也没什么损失 想到这里Bobby决定一事 四日一早 Bobby来到大街上物色人选 看到一个墨镜男长得还不错 他立刻上前拉住对方 说出钱请他咬自己一口 墨镜男以为遇到神经病 没搭理他 Bobby正敢失落 又恰好看到 昨天和小安在一起的帅哥 他顿时怒火上涌 冲上前猛掐帅哥的脖子 帅哥会挣脱咬了他一口 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 Bobby突然变了脸色 还说自己的声音怎么不一样了 而一旁的帅哥 则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原来毕九仙所说的 被人咬一口会变成那个人 指的就是两个人交换身体 Bobby得偿所愿 开心不已 这时小安来了 趁帅哥赶忙赢了上去 小安不知就里 以为是Bobby想复合 压哥不踩他 见此清静 变成帅哥的Bobby满心舒畅 得意地搂着小安扬长而去 心爱的女友 顺而复得 Bobby很开心 未免夜长梦多 他直接向小安求婚 小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两人动情拥吻 可谁知小安吻得太投入 竟不自觉咬了Bobby一口 一瞬间 两人交坏了身体 小安察觉不对 吓坏了 Bobby还没来得及解释 他就惊慌失措地跑走了 突然变成女人 Bobby一时难以接受 但随即他想到 可以再找个男人 咬自己一口 于是他又来到大街上 转了一圈后 Bobby选定了一个 坐在水池边的男人 他坐到男人身旁 利用小安的美貌 勾得男人心愿意马 男人正想亲吻Bobby 突然一个短发女 冲过来扯着他 大骂狐狸精 原来短发女 是男人的老婆 他愤怒的四大Bobby 还狠狠咬了他一口 这下好了 Bobby又和短发女 交换了身体 眼看自己弄巧成拙 导致如此混乱的局面 Bobby无奈 只好转身离开 随后Bobby又想 顾忌重施 可顶着短发女的样貌 根本没男人 愿意理他 甚至连他假扮站街女 都没人上钩 他不死心 想把人硬拉上去 却在纠缠间 意外被旁边的流浪狗 咬了一口 这一小Bobby从人变狗 更是绝望 毕竟人还可能被人咬 可谁会去咬一只狗呢 他汪的走着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他看到前方 有一个流浪汉在翻垃圾桶 想着过去碰碰运气 流浪汉见 怎么也赶不走这只狗 干脆抄起一根棍子 打了下去 画面一转 流浪汉正在享用 而Bobby始终没有变回来 原来这个交换身体 只针对活着的动物 故事结束 第二个故事 整容 男人正在房间里 对着母亲诉苦 因为他一直不谈恋爱 朋友们都笑话他 母亲温身安抚男人 终于平复了他的心情 男人叫阿俊 是一名出色的整容医生 事业如此成功的他 之所以一直保持单身 建议他有着 很强的恋母情节 阿俊的父亲老林 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他烂赌又好色 最近还在外面 包了一个情妇 整日不着家 只有没钱的时候 才会回家拿 俊妈若是不给 老林还会不顾旧情地 动起手来 阿俊心疼母亲 对老林这个父亲 又怨又恨 这一天阿俊正上班 俊妈突然跑来找他 原来老林在澳门输了钱 竟打算把家里 那套房子卖了 阿俊听完大怒 当即带着俊妈 来到老林情妇小美的家 四人一见面 就大吵了一架 乔美仗着老林的宠爱 肆意羞辱俊妈 俊妈一气之下 和小美打了起来 还顺手拿起桌上 一壶滚烫的热水 浇到她脸上 小美被烫伤 捂着脸痛哭不已 件事情闹大 阿俊想带俊妈离开 却被老林拦住 老林惹着俊妈 要她过去道歉 俊妈不肯 拉扯间 俊妈被推倒 撞到一旁的茶几上 当场头破血流 没了呼吸 阿俊悲痛欲绝 随后 老林把小美送到医院抢救 医生表示 小美脸部的汤伤面积过大 他们也无能为力 老林心疼不已 时间一天天过去 阿俊慢慢从母亲 离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然而此时的老林 却还因为小美 毁容一世 郁郁寡欢 她终于训不忍 主动提出 帮小美做整容手术 老林有些难以置信 阿俊解释说 这几日母亲托梦给她 表示很后悔 当人伤了小美 希望阿俊能替她赎罪 阿俊还保证 能令小美 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听完这话 老林彻底放下心来 小美的诊心手术很成功 数后一周 老林带她来阿俊的诊所拆线 小美有些紧张 让老林转过身 她想自己先看看效果 阿俊 这么久的 行不行 走得 你挺着 你挺着 你给我看看 老师的 给我看看 好 老林怎么也想不到 阿俊竟然把小美 整成骏妈的模样 她愤怒地指望 阿俊为什么要这么做 阿俊说自己没有骗人 现在确实和从前一样 从前老林还没出轨 也没出去烂赌的时候 他们一家三口 是多么的幸福 说着 阿俊满足地笑了 故事到此结束 第三个故事 物业屠夫 深夜 记者阿俊赶回自己所在的报社 把刚刚写好的一篇稿交给主编 随后 两人面色凝重地说起 一宗名为物业屠夫的案子 原来近日社会上 出现了一个连环杀人狂 此人凶残诚信 专门在午夜 袭击那些落单的年轻女孩 将他们先奸后杀 目前也有多名女子遇害 可凶手仍未落网 两人聊了一会儿 阿俊准备回家 主编见她穿的性感 怕她在路上遇到危险 提议送送她 阿俊拒绝了主编的好意 还玩笑般说 若真遇到那个物业屠夫 一定要拉她做个专访 夜深人静的街道上 阿俊不急不缓地走着 突然身后传来异响 阿俊转过头 却没有人 她有些不安 立刻加快脚步 来到一个公园 然后迅速钻进草丛里 图头男欲对阿俊行不轨 危急关头 一个黑衣婆婆 拿着大扫帚冲出来 狠狠打了她一顿 救下了阿俊 随后婆婆把阿俊 送到她家楼下 大厦刚刚王叔 一直很关心阿俊 得知她刚刚遇到色狼 顿时紧张不已 还给了她一壶热粥 让她带回家压压惊 婆婆送阿俊到她家门口后 就准备告辞 阿俊感激婆婆的帮助 邀请她进屋坐坐 喝点粥 婆婆也不推辞 打开房门后 阿俊一脸落寞地告诉婆婆 她原本是和妹妹一起生活的 可现在妹妹不在了 两人简单聊了几句 阿俊就让婆婆随意 她去洗手间洗漱 看着阿俊关上门 婆婆眼就一转 快步走到厨房 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可乐 阿俊出来后 婆婆加一杯可乐递给她 她随手接过 喝了一口 然后把粥倒出来 招呼婆婆一起吃 婆婆吃了两口粥 就说有点热 在阿俊转身开空调的时候 她迅速将旁边的电话现拔了 阿俊对此一无所查 坐下没一会 她就觉得头晕晕的 这时婆婆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她早已在可乐里下了药 因为她就是那个物业屠夫 接着她将房门打开 一个男人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竟然是刚刚那个秃头男 我们又见面了 为什么 你不觉得这个游戏是好似的吗 等你觉得自己可以死女同生的时候 然后我一次再捉回你 等你又惊又喜 又喜又惊 这个游戏实在太过瘾了 是不是啊 老婆 原来你就是两宫派来的 很出奇吗 现在我不怕告诉你 因为我老了 而我的老公 他又不喜欢刺激 又不喜欢新鲜 为了保持我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 我一定要找其他女人给她 很感谢你帮我这个忙 但是我要告诉你 很对不起 我这个人 得知真相的阿金 终于支撑不住 晕了过去 画面一转 一个麻袋被扔下山 而动手的竟然是 勘更王叔和阿金 原来阿金的妹妹 就是被物业屠夫杀死的 为了报仇 阿金选择以身作恶 她早知婆婆有问题 联合王叔在周里下药 两人合理 终于杀死了这对蛇蝎夫妇 最后 阿金说 她会继续这个游戏 直到消灭 所有像物业屠夫 这样的色狼为止 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千万不要轻信 那些看似善良无害的陌生人 毕竟人心隔肚皮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要是经典单元剧 夜流离 持续更新中 喜欢的请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